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让她的事业开始走向国际 她拿下全球最佳艺人奖之后 彻底昏成了国际巨星 和春春有鲜明对比的西西 发展前景就大不一样了 同样是冠军 她在走红之后走的路线却令人扎舌 有人说她的失败和她的人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单亲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 大多缺乏自信的魅力 这对明星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而且据悉她的学历只有初中毕业 也是混迹江湖的酒吧客手出身 但是她确实具有音乐天赋 而且对音乐也是有非常执着的热情 其实她是非常渴望学习的 但是为了替付还债 她只能拼命的赚钱 狗冠之后 她的人气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好 虽然也是出专辑 做演员拍位电影 可她的成绩远远比不上李宇春 据说如今的她已经沦落到在业余的时间 作为伤卖牛肉干的地步了 可见她确实事业不顺利 一对比 真的让人感叹不已 对于本期视频内容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 本期的精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观看